亲爱的弟兄姊妹 愿你们喜乐 我是来自台中视照会 陈万才弟兄 公开的部分 我们潘弟兄已经讲得淋漓尽致了 我讲私下的部分 我实在珍赏 并且肯定壮年班 给我姊妹的成全与变化 借着壮年班的训练 我姊妹成了一个 蛮有笑容的姊妹 也成了一个 灵魂体都兴盛的姊妹 并且是一个 能够为着福音疯狂 而忘记回家的姊妹 如同姊妹所见证的 她在训练的前八周 极其的不适应 为了一些在生活上 在配搭上 在操练上 以及学习上 似乎不合理的 要求与对待 她在主面前天天流泪 当然我也陪同 难过了八周 我一面听着姊妹的交通 我一面问主 主啊 训练真的有这么为难吗 然而 经过许多的祷告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 使徒保罗的见证 开启了我 我们这短暂轻微的苦楚 要极尽超越的 为我们成就 永远重大的荣耀 果然姊妹复活了 借着祷告 带姊妹经过这一个关 走过种种的障碍 从此她满带笑容 是前所未有的 这是第一 第二 姊妹参加状元班 最令我担心的 就是她的心率不整的问题 千叮咛万嘱咐的 要她一定记得去荣种拿药 每一天电话联络 也提醒她 早晚要记得吃药 不过 到了第二个学期 似乎也没看她吃药了 也没时间回荣种拿药了 我知道训练是紧凑的 是规律的 是紧张的 甚至是严格的 可怕的 但是 我也知道训练是规律的 训练是正常的 训练是生活的 训练是满了生命的 尤其那一段时间 姊妹同时忙着我大儿子 陈胜别的结婚 台北金门飞来飞去 然而她遵守训练的规定 她准时享受主 定时祷告主 把这一切安息在主的面前 感谢主是规律的生活 医治了姊妹的心律不整 是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 成了姊妹的拯救 更稀奇的是 弟兄姊妹 自从姊妹参加了壮年班 她呀 就像一个随时准备背棋的人 实习开展 一周在浦岩 一周在台北 其他还有周末开展 还有暑假到泰国 短期的配搭开展 我永远忘不了 那一个周六的下午 我和姊妹从台北回家 一回到家 姊妹就赶着要到浦岩去配搭开展 到了晚上 我接到开展队的电话 她告诉我说 弟兄 我们可不可以留下你姊妹到明天 因为已经很晚了 而且明天早上主日还有福音要传 她很恳切的说 那我呢 原来开展队两天没有带人得救了 他们就定了主意 如果今天晚上再没有人受禁就不睡觉 结果当天晚上两个人受禁 那么开展队可以睡觉了 我姊妹却不能回家了 我没有心理准备 她不回家 姊妹也没有带惯喜衣物 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然而 弟兄姊妹 逐那一个适应一切的生命 做到了 我只能低头敬拜 不再是我 乃是嫉妒 不是律法 全是恩典 最后 仅以诗篇八十四篇的第六节 来献给壮年班的毕业学员 这里 她说 你们经过流泪骨 神却叫这骨变为全员之地 并且有秋雨之福 盖满了这骨 愿主继续祝福壮年班的成全训练 各个圣徒满带着那铃 并且能成为众圣徒一生最大的帮助 赞美主